5月19号 我们小区也终于可以做核酸测试了 从早上8点半一直做到下午4点 然后说是要喊号 我们小区说是要喊号 但是我现在8点半下来看好像没有喊号 都自己在排队 然后有说我们小区好像是采取的那种鼻腔测试的方法 很多人都是用口腔测试嘛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小区用鼻腔测试 我要去问一下 好多人啊 已经开始了 反正是那边登记栏号 然后这里排队 然后这里就开始不知道干嘛 然后这边就开始检测 一个采样区 两个采样区 四个采样区 从早上8点半一直到下午4点 应该能够做得完的 然后这边全部都有围起来的 所以这边是隔离的 今天吸取上次的教训 用手机拍摄 不那么招摇 看一看 我们小区说是按照门洞号啊 什么一栋二栋三栋四栋 五栋五栋 按照这个次序来 然后喊人 就是喊吧 每栋每个门 依次下来来坐点车 这个做的不错 哎 你做完了 我走啊 这么快 这么快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拍个视频 拍个视频 难不难做 哦 难不难做 你做鼻子还是做口腔 他只做鼻子 你做鼻子 难不难做 你做这个 反满台 你做的 你做完了 是吧 赏我的 哦 不能选吗 口腔 不能去 这边鼻子 哦 你从哪里开始啊 好吧 啊 之前还听说是可以选择的啊 就是口腔和鼻子可以自己选择 但是他们说鼻子取样可能更准确一些吧 啊 先上去商量一下 你家人一家人下来检测吧 我现在只是下来看一看是什么情况 好 目前来说管理的还好啊 这样拍摄也没有有人阻拦我 好了 回去喊他们 啊 我们决定我们两个先下来坐 因为现在是八点半 他们刚刚吃完早餐 说做这个检测的时候最好啊 一个小时之前不要吃东西 我们反正早餐没吃 所以我们先来了 好了 好 好 我知道了 哇 现在下来 人就已经比刚才要多一些了 老龟 好 看一看 我先去登记是吧 拿拿好 因为刚才排队市区非常混乱 所以我刚才拍了一段视频 然后就被那个 那个公安啊 公安发现了 他让我删除视频 他说应该有什么事情 正常的来处理 不应该采取 拍摄视频 来上网曝光什么的 然后现在就开始维持秩序了 我觉得非常好啊 这是我家老爷子 他也下来 开始下来检测了 这是我们那栋 年龄比较大的八十多岁的 八十八了 因为老爹爹下来了 但是这边的服务人员跟他说 就说这么大年龄没有必要下楼 检测人员他们会上门给他们做检测的 所以他现在又上去了 那我们是走那个鼻子是吧 我们有的是走口跟鼻子 你不想走鼻子 退卸 你说你鼻子有鼻子 你脱鞋 有的有抽鞋 那是血清 那这里没有 没错 这是危险的小许可人 好 那等一下 那等一下 这里 你脱鞋 你脱鞋 别人脱鞋 好 来来来 嗯 来来来 亲家什么 哎 亲家上班 到我来吧 哦 下了下了 前面有 再一下 里面买新的 我们小的小的 我知道 是的 可以上去 哪一个 2号 2号 好 这不是这么舒服 还好吧 还好 打桌子的 哎好嘞 是鼻子是吧 这鼻子准一些 哦鼻子准一些 对好像是说鼻子准一些 现在你们都换手套了啊 其实没有像网上说的那个 没有 我这手套拿好了 口罩不脱 戴好 口罩戴得不要脱 到哪都不要脱 嘴巴折着 这路鼻子安全 好嘞 好 放松啊 这都要完了吗 好可以了 右边脱 口罩倒起来右边脱 好嘞 好谢谢啊 好快啊 眼泪出来了 嗯好不舒服 来来来来 在那边走啊 我抬一抬 然后不得了 以后都很不得穿 那个 好小人 我还是选择了那个鼻腔测试的 他们说鼻腔测试比较准嘛 确实还是网上说的特别难受 我觉得不管是口腔还是鼻腔 还都特别难受 他插进去的时候 那个我的那个整个脑袋就砰 就炸开了 然后那个眼泪 我现在好像在这边脚 还有眼泪 眼泪就出来了 又你的名字 张好 但是还好 真的没有那么夸张啊 没有说什么 就是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吧 我刚才检测出来的时候 那个有个人 他说特别难受啊 特别 他说特别特别特别难受 是那么夸张啊 我觉得 所以说到这儿就想跟大家多聊一聊 找个地方多聊一聊 现在是9点20 9点20 从检测到完成 我总共也就是花了 半个小时没有啊 而且还在那等着 等着所有人全部走了 我前呢 刚才看到那个一大排排队的人走了以后 我才去检测 我也只花了半个小时 所以他检测的那个时间也特别的快 至于为什么有这样一个 拥挤的现象 我觉得还是因为跟我们小区的一个管理有一定关系 还包括和人的数字有一定关系 因为现在中国人太多了嘛 都是一个个体 你非常难控制这个每个人的想法 其实包括我们家庭也有这种想法 比如说 你看我们飞行两批下来的 对吧 我妈妈她 担心人多聚集 她说她下午人少一点才下来 孩子要上网课 所以呢也不能下来 我老婆要上班 所以呢她需要第一批来做 对不对 所以说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所以都想 第一个来 做完早点走什么 所以说就会 出现这样一个聚集的现象 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 网上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 我们首先要 考虑它的一个 两面性啊 第一面性我们确实看到它的拥挤 但是我们也考虑很多因素 为什么造成这样的一个拥挤 有可能是管理 有可能是人的素质 对不对 有很多因素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 而不仅仅是短短的去看那一段视频 然后我们就 采取自己的一个判断 就以我 刚才坐的一个小时之间的判断 我能够看到的是另外的一面 比如说刚才那个警察 不允许我拍摄那个视频 然后把我拉到边上 他拉到边上 坐下来和我一起跟我说 小伙子 我跟你说一下 他说我希望你那段视频把它给删除掉 因为你上传到网络以后 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 会被那些 就是那些思想有问题的人 他们会造成一个发挥 他说你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现场来 来提 我们马上来改 我说你这样 这个人的聚集现象确实是有 对不对 他说好 那这样 我就把这个 聚集的问题解决掉 你就把视频给删除 我说好 对 他就拿着那个话筒 就开始维持市区 我们社区的那个书记 他就跑过来也和我说 他的那个喉咙全部都已经沙哑了 他说我话说太多了 最近几天话说太多 已经说不出话了 就是那种沙哑的事情 跟我去说那个话 所以我想表达什么 就是说这些基层的一些人 他们真的还是蛮辛苦的 其实这个政策来说 它其实是为大家好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但是对于下面执行的者来说 他们真的是蛮难的 这些医护人员 他们从早上每个小区都要去做 你看我们可能做完你就一分钟 就包括你排队吧 半个小时最多最多一个小时 OK搞定了 好就算是很多地方有很多很复杂 你可能需要排队两三个小时 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应该互相的去理解 互相理解这样一个问题 但他们也挺难的对不对 他们也是做事的一个人 那些医护人员他们要接触我们 他们也想做好防护 我们不要揪住那些 那个视频里面 别人所报道的一些事情 而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一个 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来评 评判这些事情啊 现在自媒体确实是 还包括网络确实是蛮公开的 要是真的要是不公开的话 我相信大家也看不到我这段视频 也看不到网络流传的那些什么排队啊 聚集啊 然后大家发牢骚的一些视频 其实这些只是 你不管做什么 我认为不管做什么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出发点 大家都会发牢骚 对不对 但是至于这个事情 有没有被放大 你怎么去理解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视频的画面 包括我理解的 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他们 可能你看到这个视频 你觉得他们不能够理解 他们应该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我就真的是没办法 骂指责这些现象 我觉得是好事 然后大家也通过这些视频 这些服务人员他们也在改 对不对 那个没有换手套 只是喷洒酒精的情况下 他们现在采取的每个都要换手套 这他们也在改 我们在通过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得知道 我们社会是在进步的 人无完人 你能保证你是做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差错的人吗 你包括你的家庭里面也不可能 永远都是对的 对不对 只要是改 我们能够看到积极的那一面 所以大家都能够理解和互相理解 对不对 而你现在去看 我相信现在人已经少了很多了 现在排队的视频应该也好很多了 针对这个疫情 针对这个检测 针对任何一个跟这个相关的事情 我们都是第一次 整个世界都是第一次 都有可能去犯错 对不对 不可能保证你所有做的都是正确的 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 好吧 OK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哎我好像夫人来了 好了我是罗宾拜拜 现在是11点中午11点半 我我我人呢 我妈 还我家小子坐在那做检测 哎我妈已经检测完了 所以说你看现在已经没人了 所以稍微晚一点就没有那么多人 所以都喜欢凑热了是吧 妈这边这边这边走 来走走走走 手把手打开 两个手 手 搓搓搓 好 来 几杯 那个手 好多 快点 帮我